又是一个季节限定的时刻,躺在床上听着下出的雨声,梦雨醒来的界限模糊不清晰,稀稀利利的声音是特定的,城市里的是落在雨棚上,而山野之间的是落在叶子与花朵上,走在去夜雨时光去朝民宿的路上。 第一次就这样不打散,在城市里,不打散是一件很狼狈的事情,路人会围观你,识别二维码预定,而在这里,我以为自己是个很年轻的少年,我们都知道可以抵抗全世界的悲伤和迷暖的,是不会承载沉重人心的美景。 下雨也是雀跃的,夜雨时光去朝民宿,一清舌度假主题,却不是浪漫与文艺,投影在墙上的文字是老白浪漫文艺的情怀,大影仅于是,在临风景区最繁华的步行街,摘了一处静谧之地,只要稍稍走几步,经过一个神秘的路口,便将城市喧嚣隔绝于身后,站在村里抬头便是夫妻风,仙气和人间烟火气, 是可以共存的吧?和外墙上所设计的门牌楼头一样,内里是白墙和原木的基调,简洁极致的视角感受,让人格外轻松,书籍和绿植填充点缀的空间,清晰,复古色的沙发椅子和其他软装超级达,文艺,八台里的笔橱里摆满了各色的酒,好想都喝一遍,他们有着致命的诱惑,楼梯设计而上,记得要往下看, 回身楼梯特别有设计感,十八个房间的名字很诗意浪漫,青梅和竹马,梁小和无猜,朝思和暮想,房间多数都是五十平的大面积房型,房间的设计风格清新大雅,作为新舍的度假民宿, 当然是用了五星级酒店式的配件和设施,一把木级,一张软床,原木检约家具里棉制睡衣,还有智能马桶与蓝牙音响,低调里透着优雅的高级感,不辜负燕雨所在的绝佳位置, 每个房间都有靠窗的座塔,推窗就是五A级的风景,燕大山的好客气,好风景,都应尽情享受, 淋了雨的少年需要一个浴缸泡澡,还需要一瓶酒来让快乐翻倍,必要的时候,需要一丢丢的待置, 这个时候清纯的舒适感爬上心头,抚平心头的褶皱,入夜要关心,夜聊是标配,天台合作也已在了, 初夏的夜和真实合作这一切,餐厅提供的餐食,试验与自己在烟园种植的纯天然的果蔬, 夜荡山荡地的小吃,以及作为沿海城市必须有的海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